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亚玲 欢迎收看新闻深呼吸 现代人的单身趋势越来越明显 2018年开始 英国更独创全球的新设一个孤独大臣 第一任部长就是他 要解决孤独可能延伸的健康问题 研究显示长期孤独可能会触发细胞病变 减弱人类对抗病毒感染的能力 孤单对健康的危害 已经被证实比每天吸15根烟还要糟 内政部公布数字 2017年全台有13.8万对的新人结婚 结婚率是千分之5.86 这比前年少了一万对 创下2010年的最低记录 但同时离婚率也来到了千分之2.31 这是五年来的最高 虽然单身不代表一定是孤独 但这种一个人的世界带来多少的新趋势 又有多少隐忧呢 我们先从英国已经有孤独故障开始看起 在英国2017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份报告 国内有900多万人总是或经常感到孤独 英国脱欧之后被嘲笑变成孤单的国家 但在英国国内早就有严重的孤独问题 首相梅伊指派了孤独事务大臣 史无前例地专门要解决孤独问题 她是孤独大臣孔瑞仪 英国政府研究发现 大约有20万名长者 至少一个月没有跟亲友交谈 孔瑞仪透过跨部会协商 规划相关政策来解决孤单问题 不到八个英国人当中就有一人常常觉得孤独 英国把孤独称为社会传染病 为了解决长者孤独问题 英国政府拨了数百万英镑的经费 希望能够从公共机构以及心理研究 解决长者的孤独问题 坊间也出现了专门让英法族 随时找得到人聊天的专线 孤独不止出现在长者身上 研究发现英国当地的老板和雇主 因为员工的孤独感衍生出来的问题 包括健康因素 效率降低等等 一年合计付出大约25亿英镑 台币大约1000亿左右的成本 很多人我认为 有1000亿的朋友在Facebook 但找到少人真的知道他们 作为社会 我们有更加强的WiFi关系 但我们自己的关系都失败了 孤独不分年龄研究发现 英国男性最常感到孤独的年纪是35岁 原因包括失恋 失业与家人分居 或是失去亲人等等 对孩子们越长了 就开始说了一种不同的故事 但是他们真的在认识 我们的男生在和大约的预论 我们有的疾病 他们应该在他们的 感觉从自己的心情绪 和自己的心情绪 以为成为一个人 而在台湾 简释结婚数字 根据内政部公布的报告 2017年有13.8万对新人结婚 是千分之5.86 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低记录 比前年少了一万对 而离婚率则来到千分之2.31 是五年最高 这是否代表孤独时代开始来临 唐妻处于孤独的寂寞 孤独寂寞的感受的话 你的身心状况 特别是心脏 都会状况比较差一点 所以其实 单身不一定会有影响 但是你如果感受到 长期的孤独的话 那是对你的身体 跟心理健康 都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孤独是怎么定义的 需要人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理解自己的 感受自己的所见 然后需要支持的时候 感受不到别人跟自己 在那样子的感受 孤独和陪伴有很大的相关性 但在婚姻当中的伴侣 却不见得能够完全解决 孤独的感受 孤独当中会感受不到 那个就更难处理的状况 就是同床一梦无状况 无论是单身 婚姻中或是各种不同的 关系情境 孤独与否最终都是自己的功课 孤独是一种心理状态 也是当代社会中 需要社会各个层面 重视的现代议题 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不管这样的一个人 是自己要的 还是命运安排的 独立的经济能力 和安排生活的能力 都是必须要有的 国内有许多自身艺人 也都是单身族 像是国宝级歌仔戏小生 叶青 已经有十多年 没有公开演出 但现在看起来 还是英姿飒爽 不是当年歌仔戏 第一小生的风采 年轻的时候 就很有生意头脑的她 现在还是有很多 投资和兴趣要忙 而另外 当年有小崔台银之称的 石忠裕 虽然在八年前 事业陷入低潮 又走不出丧母之痛 还罹患忧郁症 但后来也坚强走出困境 现在为公益演出 到处当职工 而公益演出的场合里 也经常可以看到 今年已经78岁的 秀场歌王林松义 虽然几年前 她罹患了帕金森氏症 也曾经传出被义子弃养 但只要有人号召 她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之下 也一定会为公益挺身而出 来看这群好久不见的明星们 如何活出精彩的单身生活 一派潇洒地坐在沙发上 接受我们专访的 就是台湾近年代最红的 国宝级歌仔戏小生 叶青 最忙的时候应该是在民国 71年到80几年 这一段十几年当中 我们在华市 每年都有 刚开始每年都盖嘎了 也不算嘎了 就一档一档的嘛 大概一年都有三四档戏 叶青自幼随家 逐戏班奔走 跑龙套演童生 18岁就投入电影演出 当时台语电影《风行》 还拍过五六十部电影 当时因为电视歌仔戏 需要小生 1969年经柳青介绍 加入中式歌仔戏团 热心的小生梦想 冷峻坚立又带领两岗位 至今演出过75部电视歌仔戏 你说知道现在电视台 制作会都一直剪嘛 所以现在的大环境电视台 哪有办法跟你出这些钱 那你如果做不好的话 那不是开倒车吗 因媒体环境的变迁 歌仔戏在90年代中期 开始磨络 但原本就很有生意 同脑的叶青老师 每拍戏的时候 也还是很忙的呢 从英国六十多年后 我就一直自己在 一些生意上 我也做了很多很多 现在数也数不完 有些做完了 一个case做我就没做了 我大部分我从六十三年开始 我都有在做房地产 那是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做 女娃使我是做了二十几年了 今年已经71岁的叶青 一生没有婚嫁 但收养了亲戚的女儿 现在也当阿嬷了 对于一个人的生活 她说习惯了 平常我自己想进的时候 我又很进 想要跟朋友出去玩一玩 出国 我常常出国 这是我自己的兴趣啦 我不会感觉说什么寂寞啊 什么的我是不会 一个人啦 不管走到怎么样 你自己的心态要自己调试的 比如说刚才你问我 红不红 什么时候红 我们自己不要有那个心态 把它自己设在那个框框里面 你自己如果说设在那个框框里面 永远你觉得我很高 我很高 等到有一天你不高了怎么办 780年代 当时的歌仔戏 造就了很多明星和工作机会 但随着电视歌仔戏没落 很多人不是回归本行 就是《退居母后》 17岁开始接触歌仔戏 那过去呢家里面 虽然我父亲他是歌仔戏导演 但是他不太让我演歌仔戏 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辛苦 但是我17岁开始跟叶清烈老师 就是华世叶清歌仔剧团 这边接触上了之后 就一直到现在 石惠君当年和叶清搭档的 《明灵小蛋》 扮相甜美加上唱强独特 经常受邀各大戏团 担当重要角色 所以当你往外面走的时候 都在正中间 你跟张生的波位 其实都只有一点点 1992年开始 石惠君开始在国立戏曲学院教书 传承他一生最爱的歌仔戏 这位当年的歌仔戏女神 至今也是缘分未到独身艺人 现在教学是我跟歌仔戏最大的联系 那能够在自己最喜欢的行业里头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一点都不及格 伴下美艳能歌上舞 但七八年前事业陷入低潮 加上母亲李氏也曾经罹患忧郁症而自杀 但靠着好友不离不弃 转接他唱歌廳秀红包场 走出人生低潮的始终域 现在和一群资深艺人朋友到处表演做故意 从年轻然后一直缓缓缓缓缓缓到现在 那还要缓我老了病了 然后怎么办我走的时候怎么办 要想那么多真的日子真的不要过了 现在每天能过一天平安健康 我就阿弥陀佛 不知他加困 不知他和心意 能叫我做你 阿弥陀佛 《逗趣》的主持 和资深艺人们的歌舞表演 《逗对养护中心》的长辈和工作人员开心大笑 大声 大声 去吃行丁 现在在台上唱歌的 是当年的秀巧天王林松义 前天才开完刀 结会后招要做公益 就马上挺身了出 我一见你就讨厌了 你越来越漂亮 新人辈出很多就是 比较喜欢唱新歌的 我们也不适合就唱老歌 然后我就改行做别的小生意 或者做什么 我也开过计程车 所以我觉得没什么 就是人生的一种体验 今年78岁的林松义 是台湾丁戴唱调歌手 几年前罹患帕丁森市政 也传闻遭义子弃养 如今也是独居 有看护照顾 因为我们在家里很无聊 有一段之间 沉寂消失在歌坛上里面 心情又非常地很不好 看医生看了蛮多的 那岛上风景美丽如同化 谁都会非常爱上她 她现在除了唱歌 就是喜欢去 你很像巴黎岛的美女 虽然单身已经快要成了台湾现在的趋势 但在这群资深艺人身上 似乎也看到了她们退下明星光环后 面对了人生的态度 在这样做工艺之外 还有钱赚 没多少钱是车马背了 够用了 好玩了 够用是 是啊 再活一百年可以用了 不玩了 台湾的单身人口有多少呢 根据内政部2016年的统计 台湾广义单身人口占成年人口49.06% 相当于台湾每两个人就一个人是单身 一人家户占家庭户数的比重更高达了32% 这么一来 单身经济的商机就很惊人了 如果以平均每人每年生活花费 有大概6万块钱来算 等于全台湾有5400亿元的单身商机 尤其单身族愿意花在自己身上的花费 比起已经成家的人来说 是更多的 像是Leo这位单身工程师 为了打造自己心目中的窝 特别请设计师复刻了 当红日剧月星娇妻里头的主角的家 还弄了一间个人工作室 组装他的公仔 而社区的好邻居便利商店 更是现代人 尤其是单身者的大冰箱与厨房 所以超商从2008年开始 布局一个人的宝石商机 广设用餐区让一个人吃饭不尴尬 各大卖场也开始把零食 日用品小包装化 以方便单身小家庭购买 甚至各式各样的迷迷小家店 也问世成了单身族的强收获 Lio六年级生 是台湾700多万诞生人口之一 他拥有一个像日剧月星娇旗般的家 复刻了跟剧中一样风格的摆设 一模一样的床单 另外还有一整面可以放他收藏的书柜 还有一个个人工作室 最主要是因为自己收藏本身也蛮多的 如果说是对待家里 其实家人就是也不是很 很方便也知道 就是对大家会造成一个影响 然后一来就是自己也想投资 然后刚好趁上一波 房价比较低档的时候 也就购入这边 第一离家里近 然后刚好有空间 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收藏 看到我们这十几二十年来 这些东西 找个地方有个归宿 让他摆一下也不错 Lio也不一定坚持要诞生 就如同俗话说的缘分未到而已 可能一个人生活很自在 如果两个人的话就变说 你的一些空间 你的一些未来规划 未来如果说小孩 你整个费用的一个负担 可能都要考量进去 所以大家会觉得 单身其实自自在 也没有说像之前这么说不好 不管是缘分未到 太忙还是顶客足 总之将呈现一个人生活的状况 越来越普遍了 目前为止在市场上来说 这三四年来 其实说实在的单身足 明显增加大概 在我们公司有占两成以上 对 这幅度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说 其实市场上在改变 一个或两个人居住的房子 和一般传统的家庭式装潢比起来 多了更多的个人风格 和对空间利用的想象力 家电变成好像专事的一部分 就是可能这个东西 除了它可以真正有实用价值 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的摆设 所以说我们很多东西 在买的时候 除了考量它的功能 也要看看它是不是 美光 外表是不是好看 或者说有什么特殊性 像现在小家店的部分 它其实占了整个台面的三分之一 那像这个两到三人的这种小家庭 他们除了会考量价格之外 他们也会考量它的实用性 那像举我旁边这一个 像这一个是桃红色的一个电锅 有比较多像是自己一个人住的 或者是他们自己住宿舍的一些学生的话 他们其实很喜欢像这种比较亮色系的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空间 而传统大卖场 以前都以大包装 优惠价格取胜 但近几年来 单身的商机 已经是他们不能忽视的一块大饼 小盒水果 一人份微波食品 小份的鸡汤 琳琅满目 占了冷冻区的大半面积 像端午节快到了 那因为也因小家庭的部分 像以前都是比较大包装的一个肉粽 那我们也分出一个独享粽 中午12点 便利商店满满都是用餐的贵人 不管是外带还是座位区都是客买 2008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便利商店也做了一些改革 就是我们希望把门市的有些货家让出来 增加了所谓的座位区的部分 希望增加民众在店里消费的一个时间点 尤其在三餐的时间 民众来便利商店用餐的时间还蛮多的 以前其实晚餐用餐的时段是 应该算是便利商店人最少的时候 我们发现很多的上班 昨晚下了班之后 然后他可能会在这边用个餐 他再回家 就是用了餐和再去运动再回家 这个份量是刚刚好的 那有时候自己一个人 其实吃不了太多 所以我就会到便利商店去买这种 一人份的小包装的东西来吃 蔡小姐桃渊人 一个人租屋在台北工作 这样的小包装份量刚刚好 在一些自由商品的饼干上面来讲 我们就是把它推出一些个人化的包装 可能里面就是大概三四块 你一次消费就好 像我们就发现那一类的一个商品 它在整个饼干零食的排名 其实就是排名的很前面 甚至它推出的时候 就会带动整个的类别 会有大概五六成的一个成长 有的便利商店 甚至也想抢夺传统超市的单身商机 推出这样小包装的圣性蔬菜 方便下班的单身小家庭 可以零件购买又不会一次买太多 整个台湾的一个状况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早之前 可能在不管是金融海啸 或卡在风暴的时候 台湾那时候就有掀起一股 一种消费的想法 叫做适量消费刚好就好 所以那时候大家也思考说 我东西一定要用到这么多吗 尤其是我是一个单身的时候 我需要到超适量饭 去买那么大包的东西 并在冰箱用不完吗 所以当时也是给便利商店的一个机会点 我们开始针对这样的一个族群 我们推出一些小包装 个人化的一个包装 那这个做法也产生在 例如说我们把饼干 或一些鲜食 甚至一些日用品类的东西 把它小包装化 随着少死化和老人化 转变对家庭的价值观 消费行为与喜爱也逐渐改变 单身人口占了成年人口将近一半 以一年平均每个人六万块的生活花费来看 估计台湾单身商机超过五千四百亿 如此的大笔也难怪各行各业都已经锈到了限期 随着单身人口再创新高 到2017年底台湾的试婚年龄 20到39岁的男女就有440万人选择单身 也衍生出一个新的名词 超单身世代 相较于旧世代 现在就算一个人也能乐在其中 于是帮单身者绘画一个人的旅行 就被传统婚友社看上 变成他们扩充的营业项目 而为了加速单身男女首饰 他们也从过去的换桌连移 变成半日游 所以这样更能够加速的成功配对 另外从日本韩国吹来的单身婚纱风潮 也成为婚纱业者的新噱头 笃定不婚的女性或男性 选在自己年轻时留下最美的身影 像是这位离婚的单亲妈妈 之前没能够披上婚纱 现在自己一个人反而来拍单身婚纱 业者说这种单身婚纱的营业额 已经增加三到四成了 一起来看 重点不是别人帮你介绍多少女生 重点是什么 当今天有一个女生 而且是你的菜 坐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去吸引她 这是一堂汇聚大龄单身男子的恋爱讲座 他们都在期盼心中的女生降临 我比较不会说话 所以就来学习战课 你担心这么久 一直担心 也就是你的外战形象 如果没有过那个基本分 你的内涵很有可能会没被看见 三十多年来从没人教过 怎么谈恋爱 像他们这样的人不算少数 到2017年底台湾的试婚年龄 20至40岁男女就有440万人选择单身 随着不想婚或是不能婚的比例增加 这间综合性的婚友社会员人数已经冲破万名 从整体造型 沟通口条 到对爱情的认知开班秀客 以前不结婚很奇怪 对 就会无论是长辈 或是在亲朋好友同侪之间 其实是一个是个艺术 那甚至会觉得我单身这件事情 是一个是孤独啊 很离群所居啊 甚至会觉得说 他可能在身份上 或是他这个人代表是一个失败的象征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现在是会觉得说 我单身我可以也可以过得很好 他们咨询是幸福专卖店 在爱情的战场上 他们强调不追求 不讨好 而是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和体骗 比起过去换桌涟漪 他们更讲究实战 譬如开办单身旅行团 更容易让单身男女产生化学变化 当你说一二三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就要互相翻牌 我们来先试一下 抓一下感觉好不好 来 一二三 要有那种快速翻牌的动作 在爱情的世界里面 对 是很迅速的 容不得你在片刻质疑的 来 要在茫茫人海中 木然回首找到对的人 以旅行为号召 正是婚友设在单身浪潮中 开拓出了新商机 透过小游戏 闯关活动 加速热络 像这位连移经验丰富的 三十八岁公务员简先生 就很熟门收入 你现在就认识新的两个朋友 对 上班下班就这样而已 那同事就是那几个 对 所以你也没办法去 再多认识别的局的女生 因为上班下班 好像有没有时间认识朋友 然后就来参加活动 然后顺便出来玩 有希望还是可以找到理想的 男性朋友这样子 对啊 多少啦 就只是纯粹想要就交朋友这样子 对 就还在玩着街灯 Kick going 如果有找到自动刀合在 当然是不错啦 因为我在国外派海外 所以比较少机会认识女生 不论男女多半是抱着交朋友的心情 不涉嫌交往为前提来报名 但来参加旅行团的团员 平均年龄都在三十五岁上下 也不能不说是看见单身危机 人生有两件事情非常需要冲动 第一个事情是奋不顾身的爱情 第二个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就跟单身旅行就是这样啊 换桌连移一定比不过半日游 半日游比不过一日游 一日游比不过出外国外旅游 那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越长的时间 大家的交集点 互动点就会越多 那你的回忆点累积的越多 那就像初恋 婚友社统计会员多半是公务员 职业军人 医护人员占多数 因为工作环境交友圈狭隘 平均配对成功率约三至四成 有人排约上百次才找到对的人 珍爱如此难寻 有专家分析 工作因素 经济压力 不想生儿育女 都是原因 尤其要延长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来看个数字 2017年台湾初婚年龄 男性落在34.5岁 女性31.7岁 20年前男性是32.1岁 女性27岁 平均晚了两年 这个现象不止台湾 2010年男韩男性平均33岁 步入婚姻 1990年则是27岁 新娘的平均年龄 由24岁延后到30岁 未婚成年人比例 也由1990年的10% 暴增到40% 日本政府2011年统计 18至34岁未婚的单身女性 飙升到49.5%的历史新高 婚姻不等于后半生的幸福保证 这股风气更让日韩吹来 单身婚纱风潮 请问你今天上课表现好吗 很好 怎样好 都没被国小老师骂 是啊 大概她三岁的时候离婚的 她现在已经七岁多一点了 所以大概四年多了 33岁的国小老师唐唐 单身自立将近五年 经济独立自主 带着一个七岁女儿 离婚后的她 没想过再找第二春 倒是结婚该穿的白纱 很想试试看 你如果是想要拍单身婚纱的话 我们会比较推荐这种 比较红红红的款式 我真的超开的 我这一辈子大概就这一天这样了 第一次的失败婚姻 没穿上婚纱成为心里的缺憾 但谁说不能为自己穿上婚纱 我觉得一般女生一定会很想要 跟喜欢的人走入婚姻 然后穿一次白纱 可是我觉得可能经历不太一样 就是我已经走过了一段路 然后可能或许跟人家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自己穿白纱 也是一种很好体验 就不一定要有一个男主角 可是因为不是有一段话吗 就是你不一定要当人家的皇后啊 你也不一定就是永远当你爸的公主 可是你可以当自己的女王 看着最美的自己 这个性质的笑容 不需要男主角给你 婚纱业者秀到白纱魔力 推出单身婚纱专案 开办至今吸引不少大龄女和闺蜜 组队来拍 月营收成长三成 晚婚的时间才越来越晚 可能这一部分的话 还有就是跟闺蜜 这个部分的话 也会遇到跟几个好朋友的部分 闺蜜来拍 但年纪都还是未婚的 可能还没有找到 年份还没到来 就是跟人说 那我们就是先特定 我们想拍这个部分的笑容 趁年轻的时候 把美丽的一面留下来 这样 就算还是单身 也不愿意放弃婚前的例行试拍婚纱 这种多数人的新生活选择 让业者嗅到商机 成就另类的单身经济 拍婚商不需要另一半 那么到餐厅吃饭呢 一个人会不会很尴尬呢 由于单身人口越来越多 不少餐厅为了抢孤独商机 这一块大饼 从环境到餐点都为单身族群量身打造 像是知名的拉面店就把座位设计的像是K书中心一样 每个位置之间都用隔板隔起来 您不会知道谁坐在旁边 甚至整个用餐过程您也看不到厨师 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 另外还有这位魏子齐 她原本是西餐界的高阶主管 不敢吃辣的她 有一回出差竟然敢吃四川的麻辣火锅 于是她决定辞掉原本的工作 花一百万到四川的厨艺学院拜师学座正宗的麻辣火锅 学成回国之后 现在她开的麻辣火锅店也锁定单身经济 推出一个人的麻辣火锅 打破麻辣火锅是一群人吃的传统 一起来看 我觉得粗丹是一种内心的害怕和缺少 很怕一个人行单饮食 内心常常觉得脆弱无力 但孤独就不同了 孤独是就算是一个人也能很自在 像我就很享受孤独的时候 我喜欢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吃饭 有着一头飘逸长发的小贤是朋友眼中的女强人 不过之年至今单身身为高阶主管平日她往返两岸 最珍惜像这样一人独处无需应酬的休闲时光 其实很怕一进去的时候问你几位 然后我说一位 然后就会有一种不知道把你放在哪里的感觉 因为可能我们会占了他们的座位 然后大部分的餐厅都比较不会为单身或一个人用餐 而设计特别的位置 不好意思啊你就在哪 谢谢 谢谢 小心点 在朋友介绍下她特地来这里 不只是品尝来自日本的知名拉面 最吸引她的是眼前用隔板隔起来 一个一个宛如黑树中心的位置 但这样的设计一开始并不是为了抢食单身商机 其实因为我们社长她以前就是在拉面店打工的时候 那有个客人就是她有来到店里吃面 那时候有主厨跟她 然后客人就点了一碗拉面 那那个客人就以为那个拉面是主厨做的 其实那碗拉面是我们社长做的 之后隔天那个客人又再来 但是主厨不在只有我们社长在 那社长帮她煮了拉面之后她就说 她还是觉得主厨做的比较好吃 但其实这两天都是社长做的 后来社长才发现 原来就是客人会因为就是可能会看到人 会有个观感的问题 会觉得说谁做的会比较好吃 那我们不想要把这个印象带给客人 所以我们的社长就研发了这个位置中座位 每个单人座位上都有卷帘 从点餐到送餐 顾客与厨师只看得到手完全碰不着面 这就是胃及中胃 目的要让顾客不用顾虑周遭事物 专注于眼前食物 没想到却成了单身族的最爱 回到我们的座位这边只要放上我们的服务灵 就会想起这个经典的那个拉面车的音乐 我们的人员会来收 谢谢 那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加面的系统的产生 是因为以前在日本的时代 如果女生她们想要吃拉面的时候 那因为女生比较大食量的 那可能会害怕不好意思跟就是拉面师傅说 不好意思我要加面 所以我们就产生这样的系统 让女性可以就是没有负担也没有压力的话 可以再享用一次拉面才产生这样的加面系统 不好意思拉面久等了 谢谢 我们依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一个空位指示板 那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依然的空位指示板 因为在日本它是有餐圈机的 所以其实客人只要就是看到自己哪里有空位 他就可以自己入座 由于餐圈机还是无法辨识台币 目前台湾分店仍有服务人员代位 他们透过空位指示板观察客人用餐情况 亮绿灯表示刚入座 亮红灯是坐满15分 用餐20分以上则显示红色闪灯 代表即将离开 单人座位的设计比多人座位翻桌绿块 相对提高了商机 当然想吃个麻辣火锅再也不用一群人 一个人也可以享受火辣的滋味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一人麻辣锅食材不满乎 还有一只要价5000的毛工顶当器皿 外观高贵 价格却是同板价相当亲民 这个是第一次吃的 吃一个人的麻辣火锅 我要吃到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这个锅子 它的汤味还不错 也比较适合我们年纪的来吃 一锅刚刚好 一个人刚刚好 除了传统麻辣汤头 特别是还有干的麻辣火锅 称为香串干锅 不论干的汤的通通一人份 老板强调这是来自四川的正宗口味 那有一次出差去旅游 那我都到了四川去玩 我本身我不敢吃辣 就我到四川去玩之后 他们的食材 他们的食品 他们是麻而不辣 那我觉得好好奇 我竟然敢吃 所以当我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为了这一位 老板决定放弃西餐厅高阶主管的职务 远赴中国四川厨域学院 花一百万报名学做麻辣 对 结果想不到一去三个月 而且是住在那边 然后像当兵一样 早上起来要早点名跳早操 然后再来教你这些 然后下午再来带你去看香料 因为他当地不准摄影 不准录音 所以很多师傅都会 手上会拿了一包东西不告诉你 然后等你转身了什么 他才放下去 他交给你的是一个叫做基本功 对 基本的配置 你会了 但是并不代表说你的口味是独特的 他给你东西就交钱了 他不会告诉你吗 不会 这个就是他的秘方 该怎么做才能拿到秘方呢 跟师傅的这个人际关系打好 对 然后师傅都有时候都会放水 换成他把香料放在桌上 然后转身过去 他可能在忙些东西 你趁这个机会你就要去看了 学成归国后 魏子齐信心满满 这独一无二的口味一定广受欢迎 但当他试作却惊讶发现 明明SOP都和四川学的一样 怎么煮不出四川的口味呢 才发现是受到产地不同的影响 于是他又花三年时间寻找材料 其实藤椒台湾就看不到了 我们这里面总共有18种香料 马耳不辣它不是光只是藤椒而已 是所有的香料里面都是马耳不辣 这个辣椒它叫做二斤条 我们也是从四川进 这个它营业那么久的时间 我们其实都发现到一个 一个人来吃的来吃饭 它越来越多了 就发现到这个问题点 所以我就开始说 我把麻辣锅叮咐个传统 以前的麻辣锅是一群人去吃 那我就把它变成一个人来吃 目前还是单身狗 对 那我觉得店家还蛮贴心的 愿意为我们这些单身的人 去客制一套就是餐店 因为我们的香料本身就是有咸味了 这个东西呢我们专门是为了单身而设计的 就是我们这一个 我们的便利包 对 你在家里就可以煮来吃了 就像泡面的概念 只要打开包装 把酱料倒进锅子 不需任何调味 加入你喜欢的食材拌炒 就是麻辣干锅 若想调制麻辣汤底 只要加1000cc的水就行 看准单身经济 越来越多餐厅 从餐点到环境 都为一个人量身打造 抢孤独上机 现代年轻人习惯单身也就算了 但如果是老人家呢 因应高龄化 各种类型的照护也纷纷出炉 像是照护员也能共享 而且24小时不打烊 减轻病患的负担 而建朗的人也要拖老 现在日照拖老学堂 越来越夯 马上回来 欢迎收看新闻深呼吸 根据统计 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 男性每四个就有一个是单身 女性更多 每两个就有一个没有伴侣 面对日益严重的少子化趋势 未来台湾老人的孤独浪潮隐忧 恐怕只会越来越严重 万一生病没有人照顾 怎么办呢 前台大医院护理部主任周兆芳 参照欧美国家行之有年的 全责护理 在三峡安主公医院首创 共享照护员的新制度 他招募了数十名二度就业者 进行150个小时的 专业看护训练 让病人在住院期间 不只由医院负责医疗 就连日常照护都一起同胞协助 相对于一对一的传统看护 这一群24小时的共享照护员 一次可以照顾四到八名病患 价格却只要一对一看护的一半 如此一来 单身长者也能够用相对划算的预算 得到同样完善的照顾 至于身体还算硬朗的老人家 现在则流行跟小朋友一样去上学 像是新北市目前就有三十四家 日照拖老学堂 否则如果足不出户 肌肉只会越来越萎缩 甚至不良于行 我最喜欢大妈这样 两人会唱的一首唱 吹起咬着 这支小火山 长者一些运动腹肩 其实可以让上肢肌力跟下肢肌力 这边来做一些强化 那个独居老人的话体力更差 阿嬷喝一点水 我们照顾上面可能要 多给他们一点关心 我这个老公死了我在心想 以前年轻会吵架的 但是他对得真好 没话说 一谈的老伴 小奶奶 哭了又哭 我们结婚他就三十几岁了 泛黄的照片中 一家五口幸福相依 这些是老伴走后 将奶奶生活唯一的安慰 其实丈夫过世之后 可能会有一段悲伤的一些时间 奶奶他们是用一个词叫做瘫软 一开始只是哪都不想去 后来就真的出不了门了 眼看老妈妈的状况 越来越不对劲 儿子才赶紧要她出门走走 我看她那时候只能从我们的大门 走到沙发 走个五步十步她就很喘了 就要喘着休息 刚到公共拖劳中心的蒋奶奶 不想走不肯动 连医生都查不出病灶 总是若有所思的她 甚至连笑容都不多 不太愿意参与活动 或是对社交 对人群 好像有一点距离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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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长奶奶玩得笑呵呵的 这个小游戏最近可夯了 学生玩起来搭配音乐节奏 其实都很青春洋溢 年轻人的玩意儿 谁说老人家不懂 你要从第一排开始 红的 蓝的 依照四排位置 逐一比对 透过变色的游戏 爷爷奶奶们收到并用 这来这好过日子 好过日子 时间很短过 阿嬷要回家了 下午四点一到 上了一天课的蒋奶奶 搭上接驳车 准备回家 像这样的日照拖牢中心 新北市有三十四家 回到家等着儿子孙女下班 台湾的孤独浪潮隐忧 追着高龄化与少子化 越来越严重 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每四个男性中 就有一人单身 女性更多 每两人就有一人 没有伴侣 而每四个老人家 则有一个不爱出门 每两个更有一人 不喜欢社交活动 孤独无医 万一病了 我刚好玩喔 她说什么 九十多岁的徐妈妈 因为新到晚 手术住院 已经大半个月 目前的话 还有点恶心有兔子 胃口比较差一点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们一天前的照顾 好像他们是说 比较进一步了 医生的话 让徐小姐松了一口气 由妈妈刚送进来的那几天 她二十四小时 在病塌前守着 自己都差点跟着倒下去 我前几天等到这个权责的 我完全心里就卸下来了 我本来二十四小时照顾 都不会觉得病痛 我一卸下来就觉得 哇 我脖子痛 肩膀痛 什么病都来红 让家属卸下照顾重担的是她 别说别擦情是幸运 接着翻身拍背 细心喂食 阿嬷喝一点水 阿嬷在病房的起居 现在都有陈淑慧一手包办 可别以为她的工作 跟一般看护差不多 你比较喜欢吃肉 还是吃青菜 我们有曾经四床病人白斑 我们就患了二十三次的尿布 这里是恩主公医院的全泽护理病房 由医院提供照护人力 白天一个人照护四床病患 到了晚上病人入睡 照护员可以一次照顾八人 相较传统一对一的子品看护 金马两千四起跳 共享照护员收费八百到一千二 价格金马省了一半以上 就是要把那个家属跟看护 目前承担的工作稍微收回来医院做 那医院就是要靠这批人力来分担 刚刚有跟大家讲了就是有一个薪资的部分 医疗薪资有关于病人自股权利法 安妮病房各管市开讲 下头的共享照护员停得笔气凝声 像这样的进修课程一个月一次 上工前他们也经过一百五十小时的专业训练 加上三个月的病房见习 并且通过专业考试取得资格 才能正式上线工作 我要量血腰喔 手借我一下 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很多非专业护理性的工作 我们会来人可以去做一些更专业的事情 专业医疗照护的护理师 与分担看护工作的照护员 分层负责彼此照应 也让过去一人生命成家住院的 台湾传统陪命文化 可以松一口气了 非常好 欧美国家或者先进的像日本 连新加坡 菲律宾 他们都已经实施好几十年的国家来比特化 我们是现在才要开始 那个独居老人的话 体力更差 就是要靠抗护 做了一辈子护理工作的周壮方坦言 这几年高临化的台湾 单身独居的老人病患越来越多 有时候假日会特别买一点小点心给他吃 然后让他觉得说 还有被人家关心到的那个状况 根据统计 目前402万的世婚人口周 就有高达62.7%未婚 年轻时 单身可以是一种自在社会的选择 但随着年华老去 孤独无依的引发人生课题 如何豁出更美丽的精彩 将是迈向高临化社会后 台湾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讨厌 但是风潮越来越显著 怎么样让自己不孤独 确实是个重要的人生课题 英国已经设立孤独大臣 来因应社会现象了 显然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迫切 如果不重视的话 各个孤单角落 只会更悲鸣不断 并且带来更大的社会成本 值得你我共同来关心 今天非常感谢您 跟着我们一起新闻深呼吸 我是陈亚玲 我们再会